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AWS的课程 今天是第13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课程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了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建立公网路由表 让咱们的子网可以连接到互联网 对吧 咱们前几期建立了VPC 建立了子网 同时还建立了internet网关 那么这些个条件都具备之后 咱们还不能够连接到互联网 咱们还需要干什么 咱们还需要建立一个路由表 同时在路由表里面 配置一下internet网关 这样的话 咱们的子网 才能够连接到internet 该怎么做 咱们马上开始 首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两个 第一 咱们理解一下路由表的概念 第二 咱们建立一个自己的路由表 都该怎么做 咱们马上开始 首先我给您访问一下 Amazon的它的官方的路由表的说明的网页 咱们看一下 其实这个是在它的VPC里面 咱们看一下 我做个拷贝 好不好 然后 这个是我这个小官网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访问一下 好 大家请看 这个是Amazon官方的对路由表的定义 以及说明 里面内容呢 写的我认为是比较细致 也很不错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精读一下 但是呢 比较长嘛 对吧 而且呢比较枯燥 如果不愿意读这些文长的朋友 没关系啊 小马呢 给您总结了一下 您呢 看我的课件 应该也能够理解啊 好不好 那咱们马上开始试一试啊 OK 那么咱们先少去马上进入今天实战演习的部分哦 好 实战演习的部分有两个 第一是理解路由表 第二是咱们建立路由表 首先呢 咱们先去理解一下路由表 好不好 咱们马上开始啊 呃 我这个地方呢 其实给大家做了一张图 咱们看一下 这个是到今天为止 咱们做出来的网络结构 咱们看一下啊 首先 大家看我的鼠标 咱们呢 建了一个VPC 没问题吧 网段都对着啊 172160.0 16个1 对吧 这是死亡岩码 然后咱们建立了两个网络 一个是10网段 一个是20网段 但是大家看看 上面我虽然写着 一个是公开网络 一个是私有网络 但是他们现在还都是私有网络 我是将来想把10网段变成公开网络 对吧 还没变呢 对吧 那么咱们现在看看 咱们现在做出来的网络是个什么样子 大家往下看 下面有一个叫做默认的路由表 它是干什么的 它是说当咱们建立VPC的时候 它会自动系统中 会自动帮咱们建这么一个默认的路由表 然后它路由表 它做什么路由呢 大家请看 它会把172.10.0.0.0 16个1子网岩码的所有的数据通信 往本地进行导航 或者说往本地进行路由 那么咱们在这两个子网中 比如说咱以后建了这个服务器了 建了EC2了 对吧 那么咱们只要Ping这个网段下面的所有的IP 都能够通过这个路由表 给咱们路由成功 那么咱们子网之间 不管建多少个子网 都可以通信 完全的没有问题 对吧 OK 那么咱们就看看现在这个的默认设置 我给你回到咱们控制台 好不好 然后咱们点击服务 我这直接敲吧 VPC 咱们看一下默认的设置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路由表 大家请看 这个路由表 这个叫做深学AWSRB RTB 这个是系统默认建的一个路由表 咱们看一下它的路由 大家请看 路由默认的是 如果是这个网段的任何的通信 它都往本地导航 对吧 本地是哪 就是它的VPC 那这VPC里面有两个子网 对不对 那么这两个子网之间就可以通信 通过这个默认的路由表 就可以通信 您说是不是 OK 咱们再回来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大家请看 并不具备和Internet通信的功能 那么该怎么做 我需要把这个拓普结构进行一下变换 咱们需要再新增加一个路由表 或者说新增加一只路由 对吧 怎么做 咱们看我下面这张图 大家请看 咱们下面这张图 我又增加了一个路由表 或者增加一个路由 是一回事 叫做深学AWS WebRTB 这个路由表干什么 大家请看 比刚才默认的路由表 多了一行设置 干什么 就是说 如果您是17216.0.016个1的 资网研码的通信的话 它会向本地进行导航 这个和默认的路由表是一样的 下面这行就不一样了 下面是什么 下面是说 上面以外的任何的数据 它都会向IGW进行导航 对不起大家 这个地方我写错了 我改一下 我改一下 这个地方应该是零 OK 这样就对了 好 咱们再称一行 有时候说 大家请 我刚才为什么敲16是不对的 16是不能加资网研码的 应该是说 除上面这个资网之外的 所有的数据通信 它都会向哪 大家请看 看我说这个位置 都会向internet网关进行导航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咱们这个公开网络 这个10网段 配上这个路由表的话 那么如果是这个VPC内的IP 它会内部导航 本地导航 如果是外部IP 大家请看 它会往咱们上一期建的internet的网关 进行导航 我跟你说明白了吧 咱们不能用默认的路由 或是路由表 咱们需要建一个新的路由 然后在新的路由里面 配置路由表 让这个路由表 可以连接到internet的网关 以至于 它可以连接到互联网 它可以出去 好不好 这个就是路由表的基本的概念 希望我给您讲明白 OK 概念明白之后 干什么 咱们就要建立自己的路由表了 下面我就会带着大家 干什么 咱们在咱们的VPC当中 建立咱们自己的路由表 同时设置路由表的导航 好不好 OK 那么具体的设置视频 我会放在导航视频中 操作视频中 再给大家讲解 好 那这期就这样